说比亚迪的工资真的赶得上特斯拉了吗 这是某律师根据一份比亚迪与某个劳动工人纠纷判决书得出的结论 他说这位比亚迪工人一个月工资在9000多 与特斯拉上海工厂薪资待遇一模一样 但是有些细心的网友在判决书上发现了 该工人这9000块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居然是靠一个月441个小时工作时长加班加出来的 我一开始是担心有人在黑着位律师故意在歪曲事实 于是我自己在法刑堡上查阅了该判决书 结果事实果真如此 显示该工人在2020年10月平日加班93.5个小时 休息日加班130个小时 法定节假日加班44小时 折算标准是按基本薪资标准2284元算的 那9000块钱就是这么来的 靠的是10月份一天也不休息工作31天 每天工作时长在14个小时以上 最后呢 法院折算真实的实行仅为13.13元 那这位律师还敢大言不惨到比亚迪工人工资 与特斯拉工人一样 不知道他是如何计算的 最后我果断拉黑了这位律师 假如这位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周末双休 一个月只能到手2284 那想拿高工资就得出卖自己的时间完美加班 就这样而言与特斯拉有什么可比性 特斯拉也存在着加班现象 但至少人家的底薪是5340元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动力 让这位工人每日过着这样的生活 在比亚迪一干就是山营 只知道他后来辞职了 理由很识意 他说冬天的雪好漂亮 我想去看看